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大家再次降臨NURLM 頻道 今集繼續同大家分享關海珊的演藝人生 上集分享到關海珊在七十年代拍攝過的港產片 今集就要同大家分享關海珊在無線電視TVB拍攝過的電視劇集 他拍攝過什麼劇集呢?由1976年開始 1976年,書劍恩仇綠,他飾演綠菲青 這個綠菲青外號叫棉女針,即是王淑儀的師傅 1976年,狂潮,飾演柯鎮威 1976年,綠小鳳,飾演獨孤一學 1977年,大報復,飾演葉成蔭 即是在監獄中被人說傻佬的葉成蔭 1977年,綠小鳳之決戰全席 他飾演李彥北 1977年,民間傳奇之帝女花 關海珊飾演崇禎帝 1977年,小人物之老林 他飾演老林 1978年,大亨 他飾演朱一軒 1978年,強仁 他飾演關國棟 1978年,倚天屠龍記 關海珊做張三峰 1978年,綠小鳳之武當之戰 關海珊做張三峰 關海珊飾演獄盜人 然後,奮鬥 1978年,一劍鎮神舟 1978年,一劍鎮神舟 他飾演白樂天 1978年,兩公婆 1978年,兩公婆 1979年,左倫右里 1979年,刀神 他飾演金師 就是魔教四大長老之一 1979年,天雄 他飾演王守邦 1979年,楚流香 他飾演高冠英 1979年,一劍鎮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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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海山飾演高天鑑 81年過客飾演管四 風火飛花飾演寧木 81年火鳳王 陳宗正是大律師 81年佛山賺先生飾演賺先生 81年飛鷹 趙雄毅 81年英雄出少年 飾演搖倫 81年呂黑合木蘭花 飾演火星 1982年天龍八寶 這套是梁家仁 關海山飾演奸人 石修老爸慕容波 82年星辰 飾演何鴻圖 飾演莊鶴鱼 香港八二劇集 這套是連續劇 1983年 播音人 飾演欣語軒 一套炮子膽 劉東海 83年射雕英雄傳的東邪西毒 他就飾演六成峰 他就飾演六成峰 83年再見十九歲 他就飾演馮明哲 然後鬼禁救運 他就飾演雷仲堅 然後一套甲心忍 然後八三年 都是小品劇 香港八三 另外八三年 有一套新銳劇 《長之捷径》 他飾演八叔 然後八四年 《決戰完武門》 他就飾演任少天 都是1984年 《愛情一千米》 八四年的《笑傲江湖》 他就飾演林鎮藍 這套八四年應該是周潤發那套 然後八四年的《六頂紀》 他就飾演奧拜 這套《六頂紀》 應該是梁朝偉做《偉小寶》那套 然後是《家有嬌妻》 然後也是八四年 《朝九晚五》 《跳街人》 然後是《楚留鄉之蝙蝠傳奇》 他就飾演薛依人 然後是《香江花月夜》 然後到1985年 有一套挑戰 就飾演楊兆安 然後是《大香港》 他就飾演曾卓士 然後是《八五年》 《晚情》 另外一套《六子琴魔》 關海山就飾演《六子琴魔》 然後是另一個單元劇 《柳家莊上》 然後是一套《劉文大亨》 他就飾演宋永賢 然後是八六年的《迪青》 《八六年》《王大仙》 和《倚天屠龍記》 這套《倚天屠龍記》 他就飾演《胡青牛》 這套《倚天屠龍記》 就是《梁朝偉》做《張無忌》那套 然後是《一九八七年》《大班物領》 然後是《生命之女》 然後是《藍兒本色》 然後是《道心五》 然後是《靜人冤家》 然後是《八七年》《書劍恩仇錄》 他就飾演《袁氏蕭》 這套是第二套《書劍恩仇錄》 就不是鄭少秋那套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關海山的演藝人生 分享到這裏又暫時休息一下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請大家留言、點讚、分享 亦希望大家多多訂閱我們的阿恩與阿娘頻道 好,下一集繼續和大家分享關海山的演藝人生 拜拜